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Carrot 这期影片会来讲解春季的搜寄的搜寄更新啦 好的,在看我的影片之前,记得点赞和分享 一开始我们进入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画面 然后就有Cherry这个NPC来告诉我们春季的到来 他Berry还有Dr.Fish过来这里是来准备Cherry Blossom Festival 也就是搜寄�蓋我,也就是搜寄搜寄 Eldival 然后就是要我们帮忙 chwely,这次的补偿和登入奖励都很厚哦 好的,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 我们找到樱花树下的berry,我们就能打开和查看这个列表 这次的活动跟之前的雪花币跟爱心币是差不多一样的方式 过后我们按右上角,我们就能查看如何获得樱花币 第一种就是完成美入任务 第二个是完成免费奖励阶段 第三个是赢得游戏派对 在正常情况下,我参加了,但是我输了,所以是没有的 但是我在获胜,也就是第一名的时候才获得到一个 就感觉有一点少啊 第四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帮忙解决NPC的任务 OK,第一个就是cherry的任务 他的任务一天最多只能解两次 然后他的任务有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捡樱花花帆 我是在池塘旁边的樱花树下找到一个 雪橇樱花树下两个 篮球场旁边树下一个 跑酷下面的樱花树下有两个 剪完五个过后拿回去给cherry 第二种和第三种分别是 外送钓鱼烧还有发送清点传单 他们的任务跟送披萨相似 就是跟着指示外送给指定的人 过后如果你是第一次帮cherry解任务的话 他会送这个东西给你 是一个蛮可爱的樱花发带 下一个Mr.Hotdog 他的任务是送花饼 一天只能一次 完成任务的方式也是很简单 就是外送给指定的人 Next Mr.Cleaner 他的任务是捡垃圾 但是地点分布会有点不同 分别有广场 露营地和住宅区 此外一天也只能解一次 这个任务最好是在晚上解 我的方法是坐车一排一排的 看哪里有亮亮的地方 我们就前往他去捡 但是我非常不解的东西就是 为什么我家前面有一个垃圾 然后捡了那个垃圾过后 就发生了非常离奇的事情 就捡完8个过后 突然间瞬间归零 然后我的表情就是这个 OKOK我们回来 捡完8个以后 我们来到广场 还给Mr.Cleaner 下下一个学校的Dorothy 他一天只能解一次 然后他的任务是 做了团子串 用樱花煎饼或者是樱花钓鱼烧 然后带过来给他 讲到这个任务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活动 我们活到最后面 这个任务需要的是这两个 你们可以购买自己在家完成 或者到别人的派对 多买几个 但是我的建议是不要买太多 尤其是团子串 毕竟我买太多樱桃团子串 然后第二天 他的任务要的是三色的 OK做完过后 我们就拿回给学校交回给Dorothy 就好 此外我也建议尽量在早上完成 毕竟晚上的时候 Dorothy也会变成僵尸 下一个 雨电戈壁的Dr.Fish 他的任务一天能解五次 一个任务是一个小时 然后他是需要 钓到粉红泰果斗鱼 我本人是有钓到 但是花费了五六个小时 才钓到一只 也有可能是运气问题 但是钓到一只我就超满足了 钓到过后 我们就交回给Dr.Fish就可以了 过后这边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Dr.Fish不受有皇冠的粉红泰果斗鱼 讲完广场的所有任务 现在我就来讲住宅局的任务 我们来诊所找到不亲切医生 就能接到外送过敏药的人物 然后一天只能一次 也是外送 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最后一个任务 我们来到露营地的破坟内 找到魔法师 他的任务是帮忙寻找摄像机 也是一样他的范围会在露营地或者是住宅区 我找到的是在露营地门口的树下面 还有在住宅区的各种樱桃树下面 找完过后交回给魔法师就可以了 OK 现在我们就来讲 这是更新增加了什么东西 我们来到广场找到miss balloon 我们就能知道他增加了 必然野餐店 这个野餐店和不同野餐店的区别 是他可以在广场放置 它的形态是很像车这样的 但是家里面的只能布置哦 此外那边是没有标记使用期限 8百新币来购买 下一个家具的部分 家具是增加了A到Z的日母气球 你们可以放置在地上或者墙上来进行布置 下一个就是樱花布置啦 在家具店是需要花费钻石或者是新币来购买 但是不难看出这些东西 大多数都是在活动里面可以兑换的哦 好的 我的影片就到尾声啦 然后也谢谢YY这次分享的更新内容哦 真的是超感动的 好的 就这样啦 拜拜